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从创世以来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国度 审判就是在于我们怎么样进到这个国度呢 谁才是这个国度中的子民呢 有一次耶稣在宣讲 祂的母亲 祂的兄弟在外面 所以有人跟耶稣说 你的妈妈 你的兄弟在外面等你呢 耶稣说 谁是我的母亲 就是那些成行天主旨意的人 谁成行天主旨意 就成了耶稣的母亲 兄弟 姐妹 就成了耶稣的家人 耶稣这句话就把天主的国度 这个大门打开来 让所有成行天主旨意的人 成为这个国度的子民 那这个国度有什么条件可以进去呢 就像每个国家都有宪法 刑法 民法 天国的法是什么 只有一个字 爱 今天在这个公审判里面 耶稣说 你们为我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 就是为我做 我们近代有一位很伟大的妇女 德勒莎 修女 她就在耶稣启示给她当中 非常清楚地知道 你为我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 就是为我做 所以她放下 在忧郁地修道生活的环境 进到贫穷人当中 她去照顾最弱小的 她给垂实的尊严 她创立了仁爱修会 她真正去实践 耶稣给我们的诫命 我饥饿的时候 你给了我吃的 我渴的时候 你给了我喝的 我在尖里 你来探望了我 我患病 你来看顾了我 这些都是进入这个天国的一个条件 我们基督徒也有这个本分 在我们今天四旬期 我们要天天地反省 调整我们的生活 我们要用信仰的眼光 来接纳我们周边的人 特别是那些贫穷的 边缘的 不被人照顾的 我们就好好的去生活 我们为最小兄弟中所做的一个 就是为耶稣基督所做的 我们祝大家平安 谢谢 谢谢 好的